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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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一下 Kamanda在虾皮的一个落地实践的过程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本人在2009年开始解决容器和KPS上方的这些东西 KPS还是一个比较古老版的 它就是1.4一直到现在 然后之前也是在滴滴快手工作 做的东西基本上也是一直在围绕容器和KPS上方的东西 本身也是开发因为都可以干 比较擅长前康 但是也比较擅长挖坑 也给很多人挖过我们的坑 目前集中在集训馆里 第二个我还要有资源用力提升这方面 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下屏内部在多济圈圈块里架构的简叠 第二部分是时间分享 包括我们在这个工程中 具体的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遇到过哪些问题 然后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最后的做完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点望 我们目前实现的这个管理其实还是属于一期实现了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带实现等等 首先看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个应用分发的流程 大致分为三层 然后最上面的那层是给业务用户使用的 就是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工作台 里面有类似图层级或服务数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用来支持业务做变更部署的一个系统 然后用户的操作所有的都是在上面这个工作台进行的 然后最底下呢是一个EPS的平台 这个东西就类似上部移动那边的同事介绍了 他们实现用那个Carser API的显示去实现的机群的创建 那我们没有用那个Carser API 我们内部是自研了一套机群创建的一个系统 里面也是自定义了像Carser MachineSate Machine相关的一些CRD 还有实现RD的Properator 来和内部已有的一些个INC或者是TOC的一些个内部系统去交互 然后来完成整体的那个KBIS的创建 然后包括的可能大概也就是上面列的这些 然后灰色的接头就代表 在我们实现这个做多机群之前的一个应用盘法的路径 然后内部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OIM的系统 也是我们基于开源社区里面的那个OIM那套东西自研的 并没有直接去用那个Covilla 其实也是历史原因吧 因为当时这个系统做的时候还比较早 那个时候Covilla可能也是刚开始出来 那这边是自研了 然后之前的路径就是这个灰色箭头 就是用户去在工作台上面做一个应用的部署 然后在OIM这边呢它会去连底下所有的KBIS的集群 就是所有KBIS集群它OIM里面都有 然后它自己根据用户指定的 用户在部署的时候会指定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要部署到S群里面 然后它连对应的那个团S群 DL对应的API去把应用相关价格 就是之前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然后OIM的Covilla本身 就是我们内部有大概有两种类型的 Google的 因为是Covilla原生的 用的大部分都是Deployment的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Step-Set 然后还有OpenProof里面的一些应用 比方说Covilla主要是UI支持 像是原地重启这种能力的 然后绿色箭头这部分呢 是在引入Kamera之后的一个流程 就是最底下的OIM对接 UKS的流程就没有了 然后所有的涉及到应用的分发 资源编排所有的这个能力都交由Kamera的实践 然后OIM的话说它的主则就比较单一了 就跟本身社区里面对它的定义就比较类似 它只是做一个这个模板的渲染 然后具体的资源分发的工作全都下沉到Kamera这一层来做 然后到现在的话说我们通过EKS来托管的那个Kamera这群 数量大概有就不到200个了 然后这些集群本身最后是希望都通过Kamera来托管的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引入Kamera这一块 首先是在集群本身这一块 上午有的同学问过 就是基础产生的时候都会考虑一些 但在我们内部去做落地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三方面 首先是潜移的一个成本 就是落地这个原生的东西 社区里面的东西 尤其是在公司里面落地 可能最先考虑的就是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落地 你的成本非常关键 如果是动作非常大 然后也收益和这个成本不比喻的话 就是再回向了 其实在公司里面落地的话也比较难 然后Kamera这块就非常好的一点是 它没有引入额外的一些学习成本 就不管是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对于这个真正的用户来说 所有都是原生的TPS里面的一些API 所以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学习成本 然后本身它在支持这个 针对存量TPS属性里面资源的扩管的时候 在它设计的时候也已经支撑那个能力了 在后面我们再讲那个规度那块 会涉及到 就是它是怎么这样的 直接就可以直接扩管 现有的这个 一些TPS的 所以千亿成本几乎为零 然后第二个是功能和新闻那块 当然这个就跟具体的 现在这个公司里面需要的功能 7万的一个功能有关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第三个是看这个项目 在社区里面的一些活跃度 活跃度怎么样 当时我们也是对比了像 Tamada OCM 还有Caternet 这几个项目 最终还是在里面选择了Tamada 因为这个项目非常活跃 我们当时引入Tamada的目标什么的 就是刚才那个图里面介绍 当然也应该能看到 我们在引入之前 其实OAM那层是特别重的 就是所有东西 基本上从API下来的东西 都到了OAM这个地方 然后它越来越用重 然后本身在内部的话 这个系统问题也越来越用重 然后问题也越来越多 我们就想要把这个 模板渲染和应用分发的这个流程 给给了真正的让OAM 只是做一个模板渲染的这个功能 然后应用分发的所有的都交给 专业的这个总监人做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接这个集群管理 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背影 就是在做一个AZ标准网里面 就是那个可动区 然后他们有一个需求就是 我们需要对用户屏蔽这个集群的概念 用户部署的时候 之前是直接对接集群的 现在是用我们期望是用户部署的时候 他不要选择集群 他直接选择他的应用要 要固在哪个可动区之内 然后具体这个应用 发到哪个集群里面 现在都是平台自己决定的 然后介绍一下 我们在使用这个Kamada外方 做了一些 针对内部的一些需要的功能 做的一些适配啊 首先是Kamada本身那个集群的安装 然后我们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是那个 Kamada CCIO ENIT 就是社区里面自带的这个 命连行去创建的Kamada的集群 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一些各自定义功能的支持吧 首先是这个 incitnal etcd 就是社区里面的项目 就是有 INIT的时候 它是直接创建一个新的ETCD 它不支持使用 你比方说自己已经有一个外部的ETCD了 它没有支持这个 所以我们是先去支持一下这个功能 可以使用自定义的ETCD 因为 在内部呢 我们有对应的 刚才提到的INITX里面 其实有对应的 paster operator来创建 paster 同时我们也有 ETCD的operator 来做 来对整个的 ETCD群做一些管理 所以我们的ETCD群是 相当于是存量的 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调整的 不是在INIT的时候 直接创建 然后第二个是Jerun的形式 那 这个就比较很理解 就是 INIT 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个 压果文件 直接给 apply到这些里面 只是生成这些压果文件 然后保存了下来 目的也是 跟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个 标准流程做对接 那就会涉及到第三部分 GitOps的那部分 我们内部有一个叫 blue bracket的一个东西 然后整体的集训里面 组件的部署形式就是 需要把这些个 需要部署的压果文件 上传到公司的那个 代码仓库里面 由平台SRE去做一些审核 然后做部署 而在这个技术上 后来又添加了那个 RQCD的流程 就是凡是在那个 仓库里面 创建的一些东西 可以到RQCD的平台上 创建对应的应用 然后通过界面的话 这个形式去 直接相当于是 在不同的集训里面 创建对应的应用就好 就OK了 其实 可以看到这几个 做的一些定制工作 都是为了 适配我们公司 呃 原有的一些个 技术设施 那通过商店的那一部分呢 就整个 在这个 KAMELA集群的 控制面 其实就已经 装好了 然后第二个是 呃 应用分发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些个 嗯 应用发的一些流程 那首先是 呃 业务集群 需要加入到这个 KAMELA 呃 里面就是 让KAMELA集破管 而刚才提到 那业务集群 创建 其实都是 呃 那个 一开始 通过 operator形式 把它创建出来的 然后中间 呃 接下来 接下来一点 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它具体是怎么的 加入到这个 KAMELA 然后第二部分是 呃 应用分发和 规则 规则 这个应该是 在使用 KAMELA的时候 呃 都会经历的 这两个 呃 然后第二个是 呃 中间的一部分是 呃 上层的那个 那块 它会去 它对接到KAMELA之后呢 它会去创建 对应的 呃 呃 对应的 对应的 呃 对应的 呃 然后 那边就不直接操作 呃 业务集群了 它就直接 对接这个 那个KAMELA的集群 呃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边 资源创建好了之后 KAMELA自己去 呃 呃 这个 呃 应用发到 具体的业务集群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 呃 呃 它会去通过 那个 加量的 其实就是 我们内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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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 CRD 通过AzCluster 然后又加了一个 AzCluster的 这个 operator 它去实现 呃 从 加利奥的 软化成 呃 KAMELA自己的 一个 呃 呃 呃 其实一开始 呃 呃 自己创建出来的 或者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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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来说 呃 可能只是一个 集群脚服了 里面该装的一些东西装了 但是 对于这个集群 对于业务来说 还是不可用的一个状态 就虽然它 通过那个 CAMELA 自己去检测 呃 是状态也OK 但业务不可用 因为我们需要 这个业务这个集群里面有一些资源 是需要在业务真正 部署之前 下发到的集群里面 或者是一些 还可以 在这个 子的 集群里面 给 呃 setup 起来 正常运行的 所以我们在AzCluster里面 去做了这件事 呃 AzCluster里面 定义了这种状态 呃 首先是 呃 enit 然后 ployer and ready 还有一个最后维护 就是一开始AzCluster 直接创建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 出发的状态 呃 然后我们有对应的 一些一个 minefist的东西 就定义 你需要在这个 呃 AzCluster 创建之后 你需要往这个 业务集群里面 狭发哪些资源 然后 怎么的判定你这个 呃 业务集群 是已经ok 上面可以往下面去发自 呃 发这个应用了 呃 呃 然后这个 AzCluster的那个 operator 它会去 根据定义的那些个规则 去呃 在业务集群里面 去做相关的一些个 制备的工作 然后 同时也会检查 直到 那边变成ready之后 那它 这个 这个业务的集群 就是 Kamda那个Cluster 才会被认为是 真正一个 可用的状态 那在这个之前 那个集群虽然 呃 在Kamda本身里面 呃 是 是ready的 但是我们会给它 加一些pint 这类的东西去保证 上层你 这个时候去 发这个应用的时候 呃 你发进去 然后 当然 后边加了一个 呃 维吾的方法 就是呃 来应对一些个 临时的情况 或者是就是集群故障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对这个 这个集群做一个 呃 处理 就也是来保证 呃 呃 上层就不会 发这个新的东西到这个影区里面了 呃 这个后面会有一个 呃 呃 在呃 社区里面 呃 我们对社区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感应项 呃 跟这个地方有点关系 后面会 呃 呃 通过上面的这些工作 基本上 呃 呃 就可以实现 呃 呃 之前的这个 呃 用之前的那个业务去 呃 呃 呃 这个 呃 就是让 怎么让 呃 成量的业务跑到里面 其实 就比较简单 是在那个 你控制面 需要去被托管的那些个呃 呃 呃 这个时候 呃 这个时候 呃 业务进行的资源 同一个地方 呃 业务进行的资源 业务进行的资源 呃 已经有了 那他就可以被 呃 托管 就是对业务是没有感知的 然后 呃 下面的话就是 呃 回滚 回滚相关的 那一些能力 就是用来应对我们在回路的过程中 如果出问题的话 说怎么办 呃 首先我们这个 这个回纹的呃 呃 范围就是两个 一个是呃 单个人应用的回路纹 然后还有呃 批量应用的回路纹 我们没有考虑 整个集群呃 呃 不可用或者是整个看法控制面 不可用的情况 因为那种那种情况的话 直接把控制面进了 我们可以直接切回到原来 偶尔不直连右击圈的那种 那种踏角 所以我们只考虑了呃 呃 看法本体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小问题 呃 呃 需要针对呃 一部分业务做回路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 其实看法里面本身也已经呃 呃 有一定的支持啊 主要就是他控制面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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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这个里面的资源 怎么去识别的一个关系 其实全都是通过啊 呃 呃 在对应的resource 对应的资源上面 加上对应的这个 label 和 mutation 那如果想让它脱离这个 呃 这个控制面的管理的话 只要把 对应资源的对应 label 和 mutation 删了就有点了 然后最后讲一下我们最定制定制开发的一些功能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bug的啊 还有性能优化相当的一些东西 呃 这个比较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能挑几个 呃 呃 天 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个和 第六个 这个里面大部分呢 其实在后来 就是现在 社区最新版已经呃 呃 支持了 可能还有一小部分呢 是没有支持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务场景 说 就是呃 不是一个通用的场景 然后可以看一下第五个 第五个其实就是 呃 那个 resource bonding那块的 爬起冲突的一个问题 呃 这个 呃 现在已经修复了 然后第六个应该是还没有修复 就是我们生成 通过那个 呃 RD去生成 resource bonding的时候 它的work name 呃 有可能是冲突的 因为之前的那个秘密规则呢 是 没有考虑 呃 这个资源类型的 就是可能不同的各国下面 比如说 原生呢 有一个叫style set的东西 那open growth里面 其实它也有一个增强的style set 但是它两个time都是一样的 都是style set 只是group很不一样 但是根据之前的命名规则呢 它俩就生成出来的那个RD 就可以玩它一样 那就会冲突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你需要这两网资源的时候 那一个创建了另外一个就会创建失败 呃 然后还有比方说这个呃 呃 第八个就是涉及到原生的那个KPS里面本身的一些个bug 呃 第九个的话就是刚刚刚才说的那个业务集群怎么着要加入到 呃 控制面 那块相关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业务集群到底可不可用是由我们 我们平台来控制的 而不是 呃 卡姆达自己认为这个呃 业务集群是un-healthy的啊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那上面的呃 业务就不能发到里面 所以这个是通过 就是那种呃 呃 这个是卡姆达解决里面 呃 一些个 对应的能力 就之前他 他认为那个un-healthy的集群就不可用了 但是我们是通过一个tent的方式 呃 来处理的这个 呃 不是在他检测un-healthy的时候不可用 而是检测un-healthy的时候 直接打个tent 那如果我想用的话说 我直接在 对应的deployment上面加上coloration 就ok了 也就是把那个 集群可不可用的 控制权交给业务 还有一些个呃 呃性能 性能优化的这些问题 啊 这个就呃 呃 不多讲啊 呃 感兴趣呢 可以下来再消灭 因为这个 都是特别具体的东西 然后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我们当时 这是我们当时 做完之后压策的一个呃 效果 就我们模拟的是20 呃 一个 就是一个可用区内有25个集群 然后每个集群里面有2000个names 呃 这个可能 大家很好理解 就我们那个 业务场景就是 每个集群里面 那个集群特别多 而不是说把这个 所有的业务放到了一个 那个集群下面 然后后边那5就是 当时模拟的一个 那个集群下面有5个 然后乘一个2的意思就是 呃 每个女朋友呢 其实去呃 部署到业务集群里面的时候 他还需要一些个 对应的contain map 所以这个最后算出来的就是 呃 一个单个 他们也需要 呃 是要那个那个 那个集群里面 存的那个 那个work 就是最后就是需要 往右集群里面下发的work 数量大概是50万 然后底下是一个 我们没有就是 直接使用的那个原生的那些功能 呃 在每个阶段的一个耗时 然后是 我们做了一些个修改 就不同阶段做修改之后 整理了一个耗时 呃 从分别是从这个创建 到呃 这个 这个 development 被调度 以及呃 观察到被调度到 真正的 呃 到那个 到那个 到创建 创建 创建 呃 从创建 从创建 到呃 呃 下发到这个 这个 业务集群里面 所以基本上就从呃 没有定制 之前呃 这个各项的延迟都比较大 这个时间应该是 应该都是好便 然后到最终的版本 呃 呃 就已经 就已经很快了 其实最后那项慢 呃 还是因为 呃 呃 呃 从下发到这个 业务集群的时候 其实就跟业务集群的 性能有关系了 呃 呃 就不是完全 他们那个控制面就可以 可以解决的问题 啊 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我们在呃 呃 使用社区里面的一些个 项目的时候 其实最终 真正落地的时候 还是要去呃 呃 做一些个 针对咨询场景的一些个 优化 不管是功能的彩点 或者是呃 呃 呃 就比方说刚才那个呃 呃 钓路系的那块 我们其实是去做了一个 支持并发钓路的一个能力 因为原生的那个社区里面的 呃 那块 应该钓路都是串性的 但我们的场景里面 我们是可以做到 让它去并行钓路的 然后 就就是需要去 就解决我们在呃 呃 钓路的时候 QPS比较大的这个场景 呃 呃 然后接下来我们 内部的一个呃 呃 可能存在的一些个 也没有一个方向 包括两个 两个方向吧 呃 都是跟稳定性和呃 呃 资源用率或者成本相关的 呃 呃 首先是那个 跨集群的这个 这个资源部署 跨集群的部署 跨集群的部署 我们之前 呃 我们目前实现的 其实还是把应用 分发在了一个集园里面 也就为什么 一下来没有做 一下就把他罚到多个集园里面 因为 业务没有这样的需求 等等后面这个 这个业务有需求了之后 可以再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呃 呃 在业务没有这个需求的情况下 你 考虑的是落地 如果是一开始就让他 你说你支持了这个功能了 呃 但是需要业务配合去改 对他也没有收益 所以 基本上 落地的时候也不要难 所以 一开始就没有去考虑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 集群部长迁移 呃 集群部长迁移 呃 呃 像系统容灾了之类的这个 能力啊 都是现成的 而且 呃 刚才讲了我们的 呃 应用跨地群部署是在 可用区范围内的 但是我们的容灾是在 可用区之外做的 就是我们同时 比方说双活是在 不同的可用区之内 不同的可用区之内 不同的可用区里面 分别部署了一定的资源 那 那在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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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别的可用区里面 还有一份资源 如果在 一个可用区里面 再保留一份资源的话 反而会比较浪费资源 呃 呃 呃 我今天的分享就 呃 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 刚才的一些个 那个 优化点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的微信 我们私下交流 啊 这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 呃 时间原因我就不再介绍了 呃 呃 还是一个 一个 这个问题的 呃 老师 我想问一下哈 就是这个 K8S上 之前我看过 就部署了IPFS 那个 但是 但是就 就就他们家这个 这个 这个的话 我好像没有找到 这个Google部署了IPFS 这一块你有相关经验吗 这个 不好意思 没没听见 是没有部署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IPFS 就是 就是在那个 PFS上是有 自己有这方面造成的 因为之前想做 这些人家前线的管理嘛 这个 然后那个什么 就是 我之前就是在这个 就是 分布的这么一个 集群上 啥呢 这个东西 但是看不到这个 我好像没那个见过 就 就 如果不如IPFS 这块 能分析的想法 嗯 之前我们 那个其实是没有 特殊许多的 然后我也 我没有研究过 那个 那个算是一个 有状态的 嗯 有状态的管理 好像 他们那块 本身支持的 这些能力还是 很大程度上 还是取决于你 自身背后的那个 比方说 他在这个开始支持 那个stable set的时候 嗯 好像也不是很好 自己就能支持的 最后去支持 还是依赖于 快速当时升级到 1.26之后 呃 本身这个 这个东西能支持 比方说在 不能在这些里面 去控制他自己的 对啊 就是想就是 能不能它这个 这个多基金之间 然后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说是 想用快速方面 可以 嗯 实际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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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 没有研究 不好意思 嗯 OK 那就 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讲一下 这个问题 看这个 这个 同学的要求 好 嗯 嗯 很高兴 我们现在 也在做 那个多基群 但是我们 有一个 遇到一个 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个 生存的这个多基群 需要接收生产和流量 然后 呃 想想给您 请教一下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 无损的情况下 把你啊 新拉起了 新的基群 结合上来的 一些本流量 然后啊 全是上限了 有些什么建议 啊 比如刚才我对 我 我 我介绍的一些点 都是应用的这个 编排啊 编排和部署 我没有介绍流量 是因为 其实也是我们公司内部 不管是东西上流量 还是南北上流量 都有 呃 专门的就是 是已经去支持了 而且这些就是 在支持的过程中 本身就是 极群不改的 不管是应用在哪里面 然后 然后我们在支持 我们在归宿的过程中 存量的业务 其实不需要 有这种情况 就刚才提到 你只需要在 你的控制面 呃 资源上面 加判定的 那就可以托管 业务武器群里面的资源了 那我理解这个过程 本身也不会是一道 呃 流量相关的操作 就是 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那托管了之后 还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